欢迎听众朋友回来收听Better Me 我是邱文然 刚刚我跟我的来宾黄智瑶先生 谈到在中国大陆发展业务的事情 他刚刚提到一个P叫Penful 就是你去告诉你的客户 如果这件事情不解决的话 它将会面临到什么样更大的困难 那接下来呢 你这个Top Sales还要告诉他们什么东西 文然我今天真的不应该来这个节目 把我的鸭箱包全部都问得那么清楚 好的 好那我想既然来了 要么就不说 既然说了我就不图不快了 而且我也不是一个留一手的人 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真的听明白 而且有收获 然后为你创造更好的业绩 好那接下来我继续讲 当他确定这是一件意思了 你的客户也透过跟你的沟通 开始意识到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将带来多大的伤害的时候 这个时候切记 各位亲爱的业务伙伴们 再忍一下 不要这个时候人家觉得痛苦了 好你就讲手入寻 那只会让你看起来像一个很傻的业务 这个时候我们通常要做的是第二个P 它的英文叫 其实它前面还有一个字 叫needs pay off 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好这个时候 我们会告诉我们的客户说 好那假设我可以透过一些方法 降低你的离职率 或者是我可以透过一些解决的方案 让你提升你的产值 提升你的营业额 增加你的曝光率 诸如此类的 那你想想看 假设一三个月之后 你的人员离职率大幅减低 三个月之后 你的产品在市面上 有非常高的知名度 三个月之后 你的内部的沟通 还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变得非常和谐 大家对目标 对于公司未来的愿景 都非常清楚 而且有一致性 你觉得 这个东西会为你的企业 以及你个人 以及你的团队 以及你的高管 带来哪些好处呢 你想想看 这个时候 他就 钱包里的钱 就不下准备了 所以这是一件 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常在讲 很多人都问我销售 我说销售 它真的怎么讲 真的非常难 那为什么 我说真的非常难 因为你想想看 大学有行销的科系 大学有管理的科系 有这么多科系 有研发的科系 有技术 你有没有听过 哪一家大学 他可以开一个叫业务系 下次你应该去当系主人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开吗 因为读了业务系出来的学生 不敢保证你都能做好业务 因为业务它跟学历 它跟学校 它跟科系 其实是没有关系 它是一个多重能力的组合 它是一个多重能力的组合 所以有趣 我觉得就在这里 好 那回到刚刚那个GIPPS 当你从一般性的问题 General 找到最关键的issues 然后也让他知道 这个issue不解决 How painful we were 对这个痛苦在 就如坐针毡 半夜睡不觉 然后以及再来告诉他 假设这个问题解决了 会为你带来多大的好处 profit 快乐 以及未来 美好的未来 是 好 到这个时候你才告诉他 其实呢 我们是有这样的解决方案的 然后你如果可爱的 你可以再稍微忍耐一下 但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也就不打搅你了 或许下一次有机会 我再跟你来聊 你想想看 你的客户会不把你留下来吗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通常 尤其在做B2B 我们一般称作战略式销售 其实大部分 绝大部分是透过这五个不做 我觉得它的难度在于 你没有办法立即的去砍单 不过这个牵涉到说 一个业务它的耐心 它的个性的竞争力 对 没错 还有啊 说真的 我觉得一个老板要愿意 连续见你四次 你自己本身还是要有 那样子的魅力跟能力吧 对 我觉得文人一下就抓到重点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GIPPS之前 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讲这个 我们前面讲了叫什么 叫做Friendship跟Trust 因为如果你没有友谊 你没有信任 请问为什么我要把我 睡不着之后的事 告诉你呢 你是谁 我不需要告诉你 我也不想告诉你 所以在能够从事 我们讲转略式销售的前提 一定是你跟你的客户 已经有一定的友谊 以及信任关系 我们经常讲 就是说很多人问我 到底业务这两个字 就是它到底难在哪里 其实我会回答 到底什么是业务 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是什么 把我脑袋的想法 放到你的脑袋 第二个呢 把你口袋的钱 放到我的口袋 你想想看这有多难 这有多难 如果你没有刚刚我讲的这些 其实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除非它的产品力很强 或者是它的取代性很低 或者是它花了很多的行销广告的费用 让消费者一进去walk in 比如说到7-11 就很自然而然去拿了那包乖乖 那除此之外 其他的产品 特别像Alice 他卖的是 B2B的销售 事实上没有前面这些东西 来做support的时候 这个业务本身 它的素质 还有它的努力 它花的时间 跟它的铺陈 特别是因为这样子的产品 通常的单价也都不低 答对了 其实它就必须要经过 这样子一个痛苦的过程 而且我再补充一点 你仔细回想 就是销售 销售其实分好几个不同的程度 首先刚刚文人提到的这种 比如我们到一个便利店 去选择一个饮料 这个叫做 我们通常称为交易式销售 因为它的决定怎么样 非常快 你不会叫这个7-11店员 帮你去比较 这两款饮料 它的成分 它的分析 它对给我的好处 它不会做这些的 所以通常在交易式销售里 这个销售行为 只会发生在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什么 你离你最方便 通常会在你家楼下 公司的楼下 就去买了 第二种你会选择哪里 你会到加勒福 到大卖场 利用周末开车买 它一箱回来 为什么 因为它的价钱比较低 所以价钱低跟便利性 就决定了交易式销售的结果 可是回到我们刚刚谈的 所谓的是战略式销售 它有一点很大的不同 就是说你仔细回想 这些战略式销售 所有它在 我们在decision making的过程当中 卖方其实是不在现场 就举例来讲 今天假设我的公司要去买一个服务 不管是广告的服务也好 设计的服务也好 咨询的服务也好 当你来简报过之后 我们内部要决定要不要采购你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肯定不在的 而且它绝对不会是见一面 因为你嘴巴很会抢 你的舌颤莲花就买掉了 所以这种它的销售的时间 第一个相对长 第二点就是在决定的那个时刻 其实一般卖方都不会在场 好 所以这个对Alice来说 原来她身为一个top sales 不管在台湾 或者是到中国大陆的works 其实你所看到的就是 有一套战略型的做法 但是很重要也是持续的在努力 所以我想问Alice 就是说你在中国大陆这几年 在做业务方面 也持续努力了那么久 那谈谈说你最近的这个新的业务好了 关于活动这个部分 OK好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挑战呢 其实对于不单只是活动 但是如果从活动来讲 我认为最难的部分其实就是 因为一开始你要成立一个新的服务的时候 最最最困难的就是 因为你先前并没有 潜力可循 潜力可循 而且你也没有足够的 我们叫做client的reference 所以当你在跟客户提案的时候 客户不是不相信你的能力 也不是不相信你这个人 可是对于一个B2B的销售 因为我刚刚前面也有讲过 他要的是personal win 他也要company win 他跟你合作 他很愉快 他很喜欢你 他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可是他不能把他company的risk 放在前面 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讲 很重要 就不make sense 对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我来讲 我的难点是说 我到了一个新的地域 然后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服务 那因为又是新地域 又是新服务 你过往在台湾有多成功 其实对大陆的客户来讲 means nothing 因为他没有看过 他没有见过 他没有接触过 你说的这些公司 他连听都没有听过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就会 对我来讲 就是变成很重要的 我们叫enter的barrier 所以说在解决的方案 就是初期你可能 一 不能嫌case大 才接或说也不能嫌他case小 而不接 就说在选择case上面 其实你没有太多的选择 只有机会 你就必须要take 而且每一个take 你必须要把它做得非常好 甚至是物超所值 以前我们在做一些服务的时候 maybe一个案子 我们希望能够抓到的利润 或许是30% 甚至35% 可是在一个新的领域 新的服务的初期 或许不要说30% 可能3%到5都不一定有 那有的时候甚至这个案子 even他不赚钱 花了我们很大量的人力物力 我们一样要接 因为这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在第一个年度 我们可能需要的是积累怎么样 我们的reference的客户 所以那这个部分 其实对一个新创业的品牌 或服务来讲 这一个过程 其实是比较suffer的 所以Alice从台湾的一个 top sales到中国大陆 建立自己的事业 然后碰到形形色色的老板 然后呢又开创新的服务 来销售 你在节目最后的时候 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 你心里最深的一些 想要建议大家的感触 或者是建议 我会这样建议大家 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企业 或每一个企业组 都会遇到不同的challenge 或挑战 其实前两天 我才跟一个很要好的 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吃饭 你看他这么好 身家有上百亿 可是一样有他的痛苦 因为其实每一个企业 到了中国大陆之后 他要的是什么 他就是因为有市场 他要成长 不然他就不会去嘛 但是成长的企业 到了大陆 其实一般来讲 有五种不同的方法 或商业模式 第一种我们叫做本业生化 所谓本业生化 就是说你是完全跟过往 一样的服务 比如说租车好了 现在很多租车业都到大陆 他到大陆 他还是租车 这叫本业生化 那在本业生化的过程当中 你的人员的招募 以及培训 这些就变得很重要 因为你的销售模式跟方法 其实基本上服务流程是不变的 但是因为到了新环境 所以你要注意的 会是在异地从事同样服务 我们叫本业生化 那我觉得你的培训 你的找人 你的一些流程 这个要注意 好那除了本业生化之外 第二个扩展模式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走到外地 或者你可以叫做国际化 因为我刚刚讲过 location换了 你今天到上海从事一样的服务 到北京到南京 甚至到西部 甚至有些比如说服务业 他现在已经想往大西部去发展了 好那这些时候 因为换了环境 就像我前面讲的 人就不同了 服务业 你服务业最重要的就是人 所以你用的服务员也不同了 现在你知道吗 在上海一个按摩的技师的底薪 保底是一个月要四千块人民币 还要包吃住 你才可能找得到人 好那在这样的一个异地的服务 我们讲说跨地域 或国际化的服务的过程当中 他又会有不同的challenge 所以这件事情是必须要非常审慎 不代表你在AD做A公司会成功 换到BD就会成功 因为他所面临的困难或challenge就不同了 好那第三类公司 其实一般来讲 他的商业模式已经很成熟了 在他的本业当中 所以他们会选择的 我们通常叫做垂直整合 垂直整合 对比如说以郭台铭的富士康为例 为什么别人做会赔钱 他做会赚钱 我们常开玩笑 像这种制造型的生产业 就有一次我去客户端做简报 我就看到他们在做财务的一个presentation 他放了一个毛山道士 就是我们讲那种毛山道士 那我就看不懂 我说奇怪 财务会为什么放这张图呢 就他们告诉我是什么 毛利三道士 答对了 就是毛利三道士 你看你做十个亿很不得了了吧 那是多少钱 你也不过就三四千万的利润 一百个亿也就三四亿 还是毛利 所以其实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的 那为什么富士康可以做得这么好 而且每年有这么稳定的获利 因为干嘛 他把产业的上中下游 串起来了 而且他透过兼并 或者是收购的方式 当你一个步骤赚3% 那如果你有五个步骤 就是15%了 那这个获利就不得了了 可是相对在兼并跟收购的过程当中 他也会面临很多 比如说企业文化 新旧势力的对应 所以那会是不一样的challenge 好那接下来是我讲到的第四个 除了垂直整合再往下走 我们通常叫做相关多元化 相关多元化 就是说他原本可能是做饮料的 但是饮料做完他可能怎么样 他可能就是做了很多 不只是原本的软饮料 他可能会做乳制品 他可能又做矿泉水 然后接下来他可能又发展了一些通路 跟第二或第三品牌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统称叫相关多元化 那在相关多元化的过程当中 一般来讲这种企业他其实是已经在快速发展的企业了 所以他会有他原本我们叫做核心业务 然后会有重点发展业务 那衍生着他会有什么 我们叫做纯绪业务 所以你看到很多品牌一下子冒起来 过两三年他又不见了 那在这种企业当中 他所面临的挑战基本上也是不同的 那到最后我想还有一点时间 我就跟他讲完 最后一个是什么 最后一个叫做非相关多元化 那我举例这种就很像 比如说我们常看到 比如说旺旺集团 好就说他开始做一些 除了本业以外 举例来讲他可能开始做医院了 他可能做房地产了 可能是媒体 他可能甚至到媒体了 那为什么叫相关 非相关多元化 这个时候其实他在做的一个 简单的讲 其实有一点叫做 他的资产的规划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行业都很难是怎么样 万事不衰的 因为现在大家关心的是这个产业 可是到了一段时间 比如说像现在人口老化 在大陆有这么严重的医疗失衡的问题 他现在知道 未来的50年 未来的30年 配合政府的政策 可能医疗教育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提前在布局 为了他企业做一个很华丽 甚至很优雅的转身 那很多企业当初起来的赚钱 可能靠的尤其在大陆 这种产业更多 他当初赚钱的时候 是因为特许 因为关系 因为时机 让他发了财 可是他并不甘心 一辈子就是在做那个 而且那个的时机已经不在了 所以他必须要开始转型 希望别人对这个品牌 对这个公司能够有 甚至创办人有一个新的印象 所以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你不管你是企业主也好 你是高管也好 哪怕你是企业的一个螺丝钉也好 那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这些 你才知道你在你的企业 到底你的企业未来要往哪里走 那你自己站在什么位置 你的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收听今天的Better Me 更好的自己 那今天邱文仁访问到的呢 是我的好朋友黄之遥先生 来自上海的黄之遥先生 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去做一个业务的工作 以及他也分析了台湾 到大陆去的企业种种 发展的类型 那今天这节节目应该 对各位来说是相当的新鲜 又有收获吧 那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朋友 在下一集继续的收听 Better Me 更好的自己 拜拜 谢谢文仁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我也期待每一个听众 都能成为更好的Better Me 谢谢 拜拜 拜拜